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毅 向来言论激进的环球时报 经常坚定捍卫中国政府的立场 并且发表一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评论 2015年该报曾经发表文章 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补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更大胆的行动 而在上周四4月7号 其主编胡锡进又批评中国前外交官 而吴建民不够强硬 认为他是典型的鸽派外交官 胡锡进认为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 在中国媒体纷纷效忠信党同时 为什么环球时报能够以鹰派的姿态 气势高昂超越信党呢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 韩博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陈博士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 还有Tino的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 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我先请您教一下韩博士 为什么胡锡进会在这个时候 来批评中国的外交官 认为他们软弱呢 我觉得这个 我本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很难搞得清楚 胡锡进胡锡进 到底卖了什么药 这个因为他传统来看 他一直是党的这个 清党的这个喉舌 而且不管是党做什么 他都是尽量地把它合理化 那这样突然这个跳出来讲 这个在外交问题上面 这样搭着文章好像是 我觉得比较奇怪 这个之所以他能够这样的 跟媒体跟党的媒体发生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本身可能带有一种 特殊的这个使命 可能是一个大外宣体制 这个舆论导向 让他有附一种特殊分配的一种角色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就是他讲的 他是这个外交的正资产 这个正资产应该要善用 那吴建民院长所讲的话 就是没有把它当政治产来应用 反而批评他民族主义 这些个问题 极端这些问题 不了解世界的这个主流 我觉得吴建民院长 对他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当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传统上来讲 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 那么一直就是 实际上是所谓中文来讲的 外交五小事 所有的重大决策 全部是毛一个人说了算 那么后来开始有点放松一点 但是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 民间团体曾经在北京搞了一个 外交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但是后来有些外交部 有些人参加了 参加回来以后 就被吴学谦那时部长 大骂了一通 外交政策是不能民主化的 只是党说了算 那么胡锡进 从这个角度来讲 胡锡进提出来 这个外交政策 对外交政策的这个决策 也应该有多元的 我觉得从这点来讲 是应该是对的 但是呢 他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多元 想把中国推向了一个 相反的这个道路 就是说像这个 孝祖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讲的 很激进的道路 对 推向一个很激进的 很像日本在战前 那个媒体所起的作用 把中国推向军国主义 把中国推向这个扩张 看不到这个整个的 这个大的国际主流 那么就是和平发展 这一点 吴建宁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那孙国生怎么看这个 鹰派跟鸽派之间 对 实际上他这个 我恰恰要讲到这个问题 他讲了一个观点 他说 变成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基本上媒体都比 执行的部门要鹰派一些 这是撒谎 大家知道 我们就拿美国来说最典型的西方国家 在越战的时候 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媒体都是鸽派的最主要的代表 对不对 是最反战的 最 越战的时候大家知道了 非常清楚了 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 取出挑战性的言论 而且伊拉克战争也是大多数媒体 都是不赞成的反论 所以说他这个是提出完全是撒谎 这个是给了这个 且不说我们说鹰派也好 鸽派也好 如果你这个媒体是一个多元的 真正多元的声音没有关系 但是正是你的媒体是垄断的 如果你再像这样激进的民主主义化 垄断性的媒体的话 那个鹰派就非常危险 就要带到像日本这样的 最后把国家带向重大的灾栏 这是最坏的一个 陈牧师那我想今天提教你 因为你们两位都是以日本来做的比喻 我们知道这个吴建民他也讲了 是说这个通常是这个军方会比较鹰派一点 所以说是不是代表是说环球时报 其实是在反映军方的意见 中国军方的意见 我想恐怕还很难这样说 但是我把环球时报或者是说胡锡进 看成是例如像某种原因上 我们比喻一下的话 恐怕是在受宠的一个家庭里面 家长比较受宠的孩子 他可以讲几句出格的话 好像家长最后也不怎么怪他 反正他认为他心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拿中国的另外的媒体 像炎黄春秋来说 他是讲的是非常出自内心的 但是因为家长他认为你这个人是心怀二心的 所以说即使是非常谨慎的 非常的小心地用语言的 但是还是随时要想抓住你不放 随时准备随时把你整垮 他和胡锡进的我们这两个媒体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不同待遇 胡锡进有些话是完全出边的脱离任何常识 老百姓都很不 大家都很不高兴的 但是他还是能说出来 但是在炎黄春秋这种他就是很难 当然也说出一些话来 但是非常困难 而且随时被受到要被撤销或者诸如此类的危险 所以他们的待遇是不同的 所以他们的所谓说在家庭里面的地位 或者在家长眼中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是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 在接他们来电影之前 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到说 这可能是一个大外宣一个策略 一个人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但是实际上今天外交体 中国外交体系真的有在唱白脸吗 因为我们看到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环球时报认为说 中国政府应该要加盖 应该要更强硬 但其实南中国海问题上面 中国已经很强硬了 他天海造岛 也没有因为其他国家压力而退缩 所以的确有在唱白脸吗 我觉得中国体制里头肯定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像吴建民代表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个派 包括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决策 那么在南中国海不要激化矛盾 不要搞这个军事化 这个决策也是跟军方一些激进的 这些鹰派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反映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 在已经做出这种南中国海 不这个军事化 不继续这种这个激化矛盾 这种前提下还有这样高的呼声 要打仗 要在南中国海这个进行战争 那么这反映了就是说 我觉得首先呢 一个可能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没有完全 对军方 掌控军方 因为很多这个军事将领 不是他提拔起来的 都是江振民或胡锦涛时代 已经提拔起来的 对 可能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军方在他这个反腐 这个过程中间 很像苏太后 这个这些人 郭伯雄 那么他们下面手下很多人都可能会受到牵连 那么军方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通过一个很激进的一个鹰派的做法 来反制他的这种反腐的这个行动呢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存在 同时呢 一方面我讲这个和平发展 我讲不搞军事化 同时呢 我又有一个不同的声音 要进行战争 我不怕你 不怕你美国 我要跟你打仗 再在他这个增加 他在外交上的这个筹码 一个发码 可能是这个好几个因素造成的 是 好了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线上了好几位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接电汉的电话 首先请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请说 孙先生你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南海的问题啊 说明天的观点 就是也很看不看政府的做法 胡锡进其实是真正的代表了 中国人民的民主上 南海的问题 从外观看 客观看 说是中国好像是在扩军备战 但是实际不然 南海实际没有问题 中国中华民国是承接的是十九关键 但是中国政府的话 要求领土的主权 这是很正常的东西 今天你一看的话 要看到身上的美国炒作南海 它其实是已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 才能解决它的经济的话问题 你比方说 说已经在伊拉克 利比亚 阿富汗 和乌克兰 它已经的话 造成了的话 说是通过战争手段 把这些地方打烂 可以输出的民主 难道现在都是这样的民主吗 孙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孙先生不好意思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刚才说说南海 您认为南海方面 中国政府应该要强硬 所以您是赞成环球时报主编 胡锡进的说法了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给胡锡进点个赞 那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 辽宁的刘先生 来发表你的意见 刘先生请说 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喂 刘先生你好 喂 你好 能听到吗 可以 刘先生请说 能听到哈 你好哈 美国确实挺陷阱的 就是当时说 我看那个电视 西部联播 全都是正面消息 看那个美国之音 全都是负面消息 我觉得哈 作为美国之音 你们应该就是客观共生一点 现在美国哈 就是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有战争 什么 你就不用 你们自己知道 什么伊拉克 什么 刘先生 刘先生想请教一下 您对于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中国的外交太过软弱 您有什么看法呢 刘先生您对胡锡进有何看法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外交软弱啊 嗯 中国实际上我感觉它是被动的 中国政府自己的问题解决不好 美国也比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 你看你们炸大中国大使馆 又是又是又是这个事又是那个事 刘先生我们今天比如讨论美中关系 我们讨论是胡锡进主编的言论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没有提供任何意见的话 我们请其他的观众发言 感谢您 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言 孔先生请说 孔先生你好 我认为 你好 我认为以上两位啊 他们吧不懂事 比如说我外甥就在武警呢 那个枪和子弹是分开的 那枪手没有子弹 他就在监狱门口 他在枪上弹岗 他那有个盒 那盒里边是子弹 他那出现了情况报告 完了之后呢 那密码告诉个密码 那子弹才能够拿出来 敢发子弹吗 敢发子弹把班长排长不都得打死吗 另外这飞机 现在不能加足油 你加足油他飞到越南去了 他飞到菲律宾去了 是吧 现在这些孩子们 谁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样 另外内成刚就要被审判了 这谁都知道 胡锡进可能距离审判 被审判的时间呢 也不会太长了 在中共的体制内 有不被审判的人吗 毛泽东等了所有的人 毛死 毛夫人 江青入狱 习仲勋被毛关押了16年多 习大帝年轻时 也有被强制的经历 胡锡进比张春桥 姚文元 比刘斌燕 王萌 冲多少呢 我感觉胡总 大致进不了 秦城监狱 他可能要进 锦州监狱或开封监狱 因为锦州监狱现在还关着 诺贝尔和民奖的得赌刘小波 开封监狱呢 则关死了刘少奇 胡总 悠着点 谢谢再见 好的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吕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吕先生 请说一下您对于 环球时报主编 胡锡进 这番言论的看法 吕先生 主持人你好 两位嘉宾好 你好 我是来自河北的姓吕 这样的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感觉现在 不管是南海回不回来 或者是咱们之前说的 钓鱼岛回不回来 只要中国的三桶油 存在这个垄断状态 老百姓就永远要花 比美国还贵的油钱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知道 咱们国家设立个地板架的问题 什么铁花板架 跟地板架的油品问题 说实话 普通老百姓 一谈到这个事情 如果说采访的时候 你肯定也看过中央台采访 就说 如果说那个 关于油价涨价 大家伙就听闻联播说 说全国人民喜盈油价上涨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老百姓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我可以骂人吗 然后采访的这个记者就说 那抱歉不可以 那我没什么话可说了 就这样的 就是所以说老百姓 对于这方面来说 胡锡进我也看了 关于他的言论 我个人认为毛鱼市比较适合 现在我们普遍的就是 80后以后的观点 这帮人呢 我们这些人的观点 毛鱼市的观点 而胡锡进来说的话 他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 他个人的想法 占的很大比重 我感觉 好的 谢谢河北 李先生 以上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刚才梁林孙先生是直接给这个胡锡进点赞 那山登孔先生跟李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先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 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 我想这个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还是舆论环境 可是受到相当大的封锁 一般的老百姓得到的那个信息 得到的消息 是否还是很不准确 或者说非常不全面的 因此他得到的一些判断 是实际上是 有时候甚至是违反他自己本身的利益的 我想这个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这里还是要强调的提出 对中国政府 因为涉及到这个胡锡进 涉及到这个关于言论环境的问题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中国政府 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关口了 所以大家都注意到 前一步久任志强事件 各种事件 就是说关于言论 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松动一些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再继续下去 恐怕要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甚至是爆发式的困难 所以说如果是再不松动一点的话 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强调 要继承所谓的二战以后的世界的 基本格局的秩序 二战以后的基本秩序 就是联合国现场 习近平也自己讲的 和世界的人线宣言 世界的人线宣言第十九条 清清楚楚的说明 就是说所有的人 不管是信息渠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 不管是什么不分国界 所有的人 人人都得有传播和得到 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权力 这是基本人权 而且这是如果是说 你现在还要进行封网的话 这是反人类的 反自己的联合国宪章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他现在实际上在国际上的孤立 也和这些方面分不开的 我觉得这一点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的事情 是 韩伯怎么看刚才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 我觉得我同意刚才陈博士的分析 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了解整个的国际局势 一个是国际的主流 像吴建民院长谈到的就是和平发展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实际上不愿意任何军事行动的 美国是希望保持这个一个现状 战后建立的这个国际关系 国际秩序不要被破坏 那么中国现在是要想办法的 要破坏这个秩序 其实你有主权诉求是可以的 那么通过和平这个方式来解决 这几个什么不可以 这个联合国有很多这个机制 取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可以的 因为我想还是回到这个胡锡进这个问题上来 那么胡锡进我觉得 首先我要肯定他前面讲的一些话 就是说在外交层面上 那么应该有多元的民主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应该要这样的 但是同时呢 这个应该允许更多的 像你像查见国经常跟这个 这个环球时报进行这个争鸣 查见国的这个任何的文章都登不上去 你怎么能够体现多元呢 所以我觉得他 胡锡进这个一个小报 环球时报这样一个小报 居然能够现在慢慢的造成这样大的一个局面 海外的所有的报纸 基本上都不是引用人民日报怎么怎么样 环球时报怎么怎么说的 可见他这个影响已经是很大了 另外我觉得他在这个言论自由这个方面来讲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他现在他在一个月之内连续五次谈到要开放言论 我觉得他虽然也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是希望中共赐给大家这个言论自由 但是他这个话讲的还是有道理 应该要允许批评 允许正常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批评 允许大家把话讲出来 从这一点来讲 我还是很 他这个观点 具体的这个观点我们是赞成国一系的 就是他要开放言论 对 这个是不是他自选的动作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还是后边有背景 这个大家谁都不知道 但是既从这个话纯粹带来看 我觉得他还是讲了很多人不敢讲的话 包括对防火墙的批评 包括对任志强的这个同情 包括整个的开放言论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 我们还是应该肯定 他讲这番话的这个积极的作用 是 陈博士我想建议请教你 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山登孔先也提到了 他说当时这个最信党的这个央视呢 瑞晨刚也下马了 现在也是下落不知去向 是不是说有可能是说这个胡锡进 以后也会有可能的下场 还是你认为说他有很硬的背景 他可能不会因此而中间下马 我觉得背景恐怕都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瑞晨刚过去 大家说他很重的背景 不知道 但这边党内大家都不知道 中国里面是黑箱操作 他那个党内斗争非常复杂 我们不去坦达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就他弄出来的 他的过去的有些言论我们不赞成 而且他垄断了这个外交方面的言论权 这个是反对的 但是他要提倡言论开放了 我们当然支持 我就不管你什么背景 包括你在党内的什么地位等等 我觉得他有可能将来 他如果是说他可能是觉得了 党内现在有一种风向 他也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觉得这个风向恐怕是将来会成为重要的潮流 或者会改变目前的行动 包括言论的方针的一点点 那么他想趋向这个风向 可能 那么我也赞成 他去做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开放言论 我想都赞成 他有可能就是说 他对中共的党内形势的判断 认为我应该向这边加注了 你加注好了 你只要这个加注是有利于言论开放的 我都支持 就是这个应该 是好的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请说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胡锡进 胡锡进也好 所有这些党媒什么媒也好 他们一个是姓党 另外一个呢 他们这些人都会文分 他们的鼻子特别好 他们知道他们这个领导需要什么 所以他们就极力说什么 再有一个呢 我就是对这个辽宁这个地区 这个人这个发言呢 我有点感觉不知所措 也感觉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 对待这个前一日的巴纳马事件 中国这些领导人 这个什么常委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他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我也觉得这些人又幼稚啊 又愚蠢 简直真的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好的 谢天津江先生 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刘先生 简短一分钟时间发言 刘先生请说 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这个是国际法自由航行的部分 请您回答 对国际上 美国已经在这个南海这个地区呢 巡航已经是60多年了 这个国际法是允许在这个地方 来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的 那么在领海 即是在十二海里领海区里头呢 那么也有这个军舰的无害通过 但美国几乎就没有进入这个十二海里这个领海 前不久呢 这个习近平到这个美国来访问去年的时候 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呢 中国的舰队开进美国领海的十二海里 美国人认为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没有任何的话讲 所以这个东西是国际法上是允许这样做的 那么现在是中国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法律 通过这个防空识别区啊 通过很多这种规定 想改变这个国际法 现行的国际法的这个规则 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不利于这个和平与发展 所以如果是在南海进行战争的话 对两个国家都不利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民众 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 我们看到最近还除了这个像环球时报 最近好像虽然应该要信党 但是还是讲了一些你所谓比较出格的言论 我们看到这个新京报 最近也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做 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合肝 这个这样子一个文章 虽然后来就被删文了 那我们也知道这所谓的以前南方暴戏 在被收购之前是一个比较敢言的 中国的报章杂志媒体 所以除了像环球时报这样子 可以因为说你说他因为是乖宝宝 所以他可以有时候不要信党 中国有没有其他的媒体也可以跟进 来发表一些比较多元性的言论呢 我想当然这个权力是应该有的 但是现在很可惜的是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是 其实我主要不在乎中国的 有些媒体的官媒也好 他们的言论的内容怎么样怎么样 你关键是要让其他的人 其他的团体组织 能自己办媒体 他说什么声音 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想到所谓言论之类的关键 现在是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人 就是独立的 你可以像其他的企业 私营企业一样 国民营企业一样 能办自己的媒体 媒体也是个企业 不能 这才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的最关键 你要所有 你要登记也好都可以 但是我们要 我个人或者我这个组织 必须要有这个权力办 这才是最关键的 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南博士要补充 我想就是说 这个包括胡锡进 他也没有绝对的 这个说话的权利 你看他的这个 很多的微博的这个信息 都被删掉的 也有被删掉的 所以上面还有更高的一个老板 在控制所有的这个东西 但中国的媒体 我觉得包括新金报 财经这些 他们里头 体制里头 这些有良心的 这些新闻工作者 还是有一种健康力量 想一种新闻自由 想客观的 让老百姓有这个权利 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中国这个报赛 这个包括党的媒体 也在有改革 一方面以机制化 他这个财务方面 你要自己 你要独立起来 另外政治上 他又要控制管控 这个之间的这个矛盾 会让很多 包括胡锡进 这样的这个经纪人 感觉到不快 因为你要 我在经济上独立了 我在政治上 他也要寻求 有自己的声音 有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为什么他有这个自选动作 如果这个是自选动作的话 我觉得也反映了 中国媒体 党的媒体里头的 相当一部分的 一些一个思考 我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媒体本身 它这个专业化 这个媒体的规律 它是要人知道消息的 中共这样的控制 它实际上和这个专业 和媒体本身是相矛盾 所以它和它的职业尊严 是相冲突的 即使大家知道 很多媒体人过去都是中共党员 为什么会起来不满呢 因为它媒体的职业 中共那个政策就是 扼杀媒体这个职业 你如果是全部 中共这样做的话 那中国根本就没有媒体 无所谓任何媒体可言 所以说这个是 他们这个本性上 媒体和党的这个控制 是完全冲突的 这个是他们所谓的职业的要求 它都最后还要发展到 和这个党冲突起来 包括胡锡进这样的人 这么党的乖宝宝 有时候就难免是会出出这样的话 是是是 好的 谢谢陈博士分析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最后一连串超越性党的言论的讨论 先搞一段落 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作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以及美国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美国之音 B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提醒大家 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以及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